三国击鼓之战,赵云人生的最后一战,结果怎么样? 在汉末三国这一历史阶段,赵云和关羽、张飞、黄忠、马超等人并成为蜀汉吴湖上将。 对于赵云的一生来说,前期跟随刘备南征被战,成为刘备最信任的武将之一。 而在怡陵之战后,蜀汉吴湖上将的关羽、张飞、黄忠、马超,要么病逝,要么被杀,也即只有赵云一人在世了。 值得注意的是,对于当时年龄较大的赵云,依然主动请英参与到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战争中。 其中,就几谷之战来说,可以说是赵云生涯的最后一战了。 不过,在几谷之战中,赵云却被曹魏大军击败,这是为什么呢? 首先,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,几谷之战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,蜀汉赵云与魏国曹真发生的一场战斗。 几谷之战中,蜀汉主帅为赵云,主要将领为邓志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曹魏主帅为曹真,参战将领步枪,此战以赵云的败退而告终。 就几谷之战的历史背景来说,渐兴六年、228年,诸葛亮北蜀汉后主刘善上出师表后出兵北伐。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的时候,赵云邓之号称是蜀汉主力,并且由邪谷到禁军,占据几谷,让曹魏误以为是要进攻长安这一谷都。 当然,实际上,赵云邓之只有少量兵力,也即是一支一兵。 在此基础上,诸葛亮则率领蜀汉主力军队进攻曹魏的拥幼一带。 因为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,加上诸葛亮之前的一兵之计,导致曹魏在拥幼一带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。 所以,曹魏拢诱着南安、天水和安定三郡武力抵抗,天水、南安派手甚至弃守城向东逃窜。 为了避免蜀汉大军进一步扩张战果,曹魏派遣大将曹真亲自率军来抵抗蜀汉大军。 在几谷之战中,赵云率领的少量兵力,成功将曹真率领的卫国大军吸引在几谷口一带,形成对峙。 如果没有接停之败,赵云和曹真的对峙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,以此为诸葛亮功率拢诱赢得时间。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时,安排马肃王平来镇守接停。 不过,在接停之战中,马肃违背诸葛亮之前定下的计划,选择上山防守。 对此,曹魏大将张和果断包围了马肃,并击败了在接停的蜀汉大军。 张和击败马肃后,曹真开始率兵主动攻打赵云。 在几谷之战中,赵云正知实际上只有少量兵力,所以面对曹魏大军自然是把固敌众,遭到了溃败。 不过,经验丰富的赵云,还是在被曹真击败后迅速聚拢散兵,固守击鼓,从而将蜀汉的损失降低最小。 而因为马肃失手接停这一重阵,诸葛亮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次北伐。 最后,在诸葛亮退军后,赵云由击鼓退兵,曹真军趁机追击。 对于曹魏大将曹真,希望将赵云等蜀汉将是一王大劲。 对此,赵云主动要求断后,让邓知先将梁草等物资撤回一周。 在此基础上,赵云将战道烧毁,使得曹魏大军无法继续追击。 总的来说,在几谷之战中,赵云因为兵力上的巨大劣势,所以败给了曹魏大将曹真。 但是,在撤退过程中,赵云果断冷静,将蜀汉的损失降到最低,可谓虽败由容。 因为年龄较大,所以,几谷之战成为赵云人生的最后一战了。 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,建兴七年公元229年,也及几谷之战的一年后,蜀汉大将赵云去世。 由此,对于蜀汉武虎上将来说,也全部告别了三国历史的舞台。 每日更新,欢迎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